沿著紅龍隊伍綿延數十公尺 走了好幾步 都還沒看到隊伍末端 正是為了限量的海味便當 前來等待 台鐵便當迷早上六點 就來搶到頭箱 今天六點十六分來 搶到第一個覺得怎麼樣 其實以前就搶過 今天只是多一次第一個經驗 它的那個陶瓷的 那個圓形的 可以收藏 吃完那個新的口味可以收藏 還有一個袋子可以收藏 台鐵便當二號店 傳來響亮的鈴鐺聲 排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拿到熱騰騰的便當 民眾一個接著一個 來到櫃台結帳等不及要開箱 台鐵與日本勞字號鐵道便當 但陸屋合作的海味便當 把干貝鮑魚 小章魚 各式海鮮入菜 將一路開賣到12月14號 每天中午十一點鐘 一個三百九十九元 限量七十份 中間也歷經不少挑戰 那是什麼呢 陶器寫了一些 原本的錄片 其實是複雜的形式 所以印刷難以為 那種味道的地方 如何接近 進行的地方 日本的指導 然後台灣的食材 然後經過 符合設計 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像我們的便當是熱的便當 就比較能夠讓民眾來接受 所以裡面的一些口味 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差異 除了內容物上做創新 外觀上也具有意義 從藍色的經典帆布袋 拿出陶瓷便當盒 使用淡陸屋 當地經典蕭湖章魚做雕刻 整體象徵台日交融 也讓台鐵迷瘋搶 要帶回家收藏 八十五六十一張勇龍 台北從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